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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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老板 我来碗牛肉面 你这个人有没有时间观念 这都几点了你还迟早点 几点了也要吃早餐呢 我早上才不吃饭我容易滴血糖 容易晕倒 这家牛肉面不错 挺好吃的 要不你们俩一人来一碗 不要 你们公司以前几点上班 我们以前几点上班取决于我们头天晚上 工作几点结束 你们那是私人作坊 从现在开始 我们公司必须九点上班 迟到两个小时 矿工一天 矿工三天 扣出一个月工资 你现在还有十五分钟时间 十五分钟之内 必须给我赶到赏 我质疑着 秦老板 所有的规章制度 不都是为了一条吗 提高工作效率对不对 你让我帮你设计的游戏周边 我给你完成了不就行了吗 不至于这么较真 这是你的设计方案 是啊 怎么了 这跟我们公司的游戏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关系啊 你眼神不好啊 你没发现我把你们游戏里面的人物 都变可爱了吗 你看看 这个娃娃 我专门为他设计了仿生装置 可以说话的 败子设计 真不懂还是假不懂 怎么了 我不要你的原创和修改 我只要你把虚拟的东西变成实体 是我明白 可是你原来那个设计 审美情绪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 干嘛呀 这公共场合收敛一下好不好 你让我把点面筋吃完行不行 拜托 去上班 马上退课 明天必须给我新的修改稿 别这么强势啊 这刚刚合作 能不能给我留下一点好印象 对不起 你就没给我留下什么好印象 这干嘛呀 哎呀 谢总 不是要调整下的东西吗 这东西是要不拿去下 不过 不过 谢总 您的东西也不用配的 那调什么呀 要怎么办呢 别动我东西 这都是我的东西 这是我的办公室 不知道吗 这个房间风水不好 不适合做办公室 如果是领导的话 很容易决策失败 了 你到底没问题 你不可能 怎么办 你从想到这儿 我走 你走 我走 你走 我走 你认为的杂物吗 麻烦你 都给我放回去 行不行 我跟杂物在一块 好不好 把所有的杂物 都放进这个房间 这个现在也算是杂物了吧 也放我房间 他这人就这样 还有什么杂物 就把我这屋放啊 站着干嘛 搬杂物 喂 大姐夫 是吗 那太好了 没问题 行行行 我马上去 好嘞 我喜欢你这 好嘞 好嘞 卡总 我要去见个客户 这里就麻烦你了 行行行 交给我啊 明天请你把修改稿交给我 慢走啊 谢谢 杂物啊 这屋放啊 杂物见啊 嫌人免禁 行行行行 你一个大男人 你就不能忍口气 不能低头吗 我还不够忍气吗 我不够低头吗 你不能这样啊 你俩还得在一起工作 别缓和一下你们俩关系 我是想缓和 你看他那样 总感觉我像欠的什么事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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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让你修改的方案 赶紧改了啊 你有时间陪我去趟商场吗 你到这儿要买什么呀 婚戒 你好 二妹 真的有什么可需要的 想看一下婚戒 这边请先生 这边有算是借鸡 哦 来请坐您 来请您 是这边请 谢谢啊 这哪一款来呢 我可以让这位女士 帮您建议一下 她拨到 那把这款拿来 好的 稍等 陈先生 先生 您真有眼光 您看这位女士 戴上这款贴纸多漂亮 没错 就是她的 这个太贵了吧 还有小一号呢 这女士戴着这个号 非常合适 没有必要再小一号呢 不是 孝莫她瘦 带着个人应该大 你给孝孟来的 是啊 就上次就是我 我捡了孝孟的一个戒指 后来为了捞方家 我钱也没凑够 我一定把那戒指 给我赔给别人 能从我要吗 我也觉得这是 不耗的意义 我得得买一个呀 你给人家买戒指 让我过来帮您试 你不来谁来呀 怎么能让老包来呀 你手指跟孝孟 差不多就是比较粗的人 咱俩不是个哥们吗 没错 是你哥们 这个不用你提醒 那试好了 合适了 那我说我先走了 先生 您这款电子还要吗 还要吗 老师 等我给您开票 诶 谢总 你在哪儿呢 我有东西要给你送过去 什么东西 修改方案 我们明天办公室说吧 不是 这个东西 在办公室给不合适 你在哪儿 我们给你送过去吧 你干什么 不行 在我身上我不踏实 这是你的东西 你在哪儿啊 我在紫咖啡 行 我这就赶过去 你别过来 我这儿不方便 不 有什么不方便呢 我到了把东西给你 我就走 行了 就这样 不好意思 王先生 我们刚才说在哪儿了 谢小姐很干练嘛 平时工作就这样忙嘛 还行吧 做我们这一行的 你也都知道 理解 同行嘛 谢小姐 年轻有为啊 不是我们当年能比得上 年轻什么呀 按照我妈说的话 我都是大理事的 这女孩 是 三十一岁了 这个年龄确实就会有点大 你看现在二十二三岁的女孩子 结婚那很普遍嘛 对了 你身体还好吧 我的意思是说 你平时有什么爱好的运动啊什么 我平时喜欢骑自行车 自行车还好 不过我是觉得这个女孩子啊 应该注意这个运动过度 这个运动过度呢 会造成这个腿部的畸形 那谢小姐 最近有什么规划吗 就目前来看呢 我还是想在市场方面有些发展 不不不 我的意思是说 是生活上的规划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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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能有什么规划呀 好好工作 多赚钱嘛 那照谢小姐这样说 那你不是经常下厨的人吗 我跟家人一起住 包吃包住 又不找我下厨 明白了 也就是说你现在还没有自己买房子 是跟家里人住在一起 那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说 是不是刘毅让你来跟我相亲的 本小姐告诉你 本小姐只谈生一步相亲 你问东问西的有病问你 我家里有什么人 我家里有什么人 关你屁事啊 你多大了 身体好吗 姓氏窝和谐吗 有车有房 有北京或上海市户口吗 还有啊 本小姐喜欢骑自行车怎么了 我三十一岁的年龄 二十一岁的腿不急性很漂亮 关你屁事滚蛋去 谢谢小姐 谢小姐 不好意思 您刚才 我是说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我家里啊 我奶奶 我妈 还有两个姐姐 都是女的 这就比较麻烦了 是比较麻烦 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 我们家五个 对啊 那 那 您有没有考虑 搬出来住我的 不好意思 今天好像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您就对我的生活这么的感兴趣 我有点受宠若惊 不过 我今天主要的目的 是想跟贵公司谈合作的事情 不知道 你对这方面 有没有兴趣 谢小姐 不愧是刘老板说的 工作狂人吧 不过 我觉得我们之间 好像是有点误会了 我是来相亲的 但是你给我的感觉 是来工作的嘛 谢小姐 我是觉得 工作的事情 我们以后有一个 有机会再谈 我现在呢 想谈一谈我个人 对你的一点看法 实话实说吧 就对你的外貌 言谈举止 我觉得还是非常满意的 虽然这个年龄有一点大了 看我才三十八岁嘛 对吧 如果这个 勉强勉强也凑合了 对你 只是有一点 恕我之言 我觉得 谢小姐 一定要改正 如果你不改变的话呢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之间 很难继续构策 对你 对你 你是怎么看 我觉得 谢小姐不具备贤妻良母的这种潜质 我个人呢 是很注重生活品位的人 结了婚有孩子 一定要希望太太能够母乳喂养 全心全意地照顾孩子和家庭 诺诺 诺诺 你怎么在这儿啊 诺诺 我一直在找你 我找你一个多月了 没想到在这儿碰见你 诺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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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 王先生 您好 王先生 我是诺诺的追求者 你们这是在工作还是 在相亲 诺诺 别解释 如果你是相亲 我不会原谅你 因为这么多年 凭我对你的了解 我觉得你应该很知道 男人是怎么回事 像这种男人 可能表面上很道貌昂然 夸夸其谈 感觉自己很有学问 其实内心里面 会有很多苍蝇在飞 会有很多草 也许上完厕所 忘冲厕所 谢谢 对不起 我只是打比方 我不是在说你 如果你们是在工作 我完全可以理解 因为我知道 你为了工作 可以忍受各种种类 各种 对不起 我只是在打比方 诺诺非常热爱工作 她工作起来的样子 非常迷人 我很喜欢 可以说特别陶醉 罪过很多次 当然你这种思想高度 人不可能理解 不好意思 我不是在说你 我是说这个意思 你知道 我追诺诺追了十年了 为了她这棵树 我放弃了整片森林 我喜欢她各种状态 她的样子 她的身材 当然 诺诺 如果你可以接受我 将来我们有了孩子 我一定不让你母乳为养 因为那样会影响身材 还有 我来照顾家 你只要工作 我来做你的 先夫两夫 我很喜欢你的那个家庭 我喜欢奶奶 喜欢妈妈 喜欢姐姐 我可以陪奶奶喝茶 陪妈妈看韩剧 陪姐姐打麻将 谢小姐 既然是老相使 那我先告辞了 别 王先生 别走 既然来了 正知机缘 正好 你在这儿也当个人证 我要对诺诺 表示一下 诺诺 这是我跟你准备的 嫁给我吧 我 我 我希望可以跟你成为亲人 我们可以幸福地掉下眼泪 以及在劳累的时候 可以彼此拥抱 我说过了 这段词我不想再听见 不过这个戒指呢 还是挺好看的 我收下吧 但是想跟我结婚 先排队吧 诺诺 好 不好意思 我住了十年来排队 如果 你有什么想法的话 排我后面 这 什么情况 我 前面那位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 我帮你那么大一忙 你干吗用手剥我啊 我剥你怎么了 我剥你算轻的 我受不了你刚才的贱样 怎么叫贱样呢 你懂不懂神美啊 那叫深情狂困 就算剥也不能那样 你应该拿手骨 轻轻地点一点水 然后轻轻地弹回去 落到脸上两三滴 那意思就呆了 你知道吗 你怎么这么贱呢 哎 哎 哎 你这个人 不会吧你 你是不是有暴力倾向 这里面全是重要的东西 你真的应该好好的感谢感觉我 我刚才说那句话对我伤害很大 毁三观懂吗 世界观 人生观 爱情观全都毁了 不过 说的我自己倒是挺感动 是吗 那这么说 你现在真的喜欢上吴总吗 什么意思啊 你不会真的想嫁给我吧 你是不是想死啊你 别别别别 没那意思没那意思 不想就好了 你要真想的话我还挺麻烦的 我毕竟有女儿的人 你有女儿 我还有儿子呢 我说真的呢 我真有女儿 你不信 我给你看照片 这有女儿啊 怎么样 漂亮吗 你结过婚啊 你当然了 看你这表情好像听我结过婚 好像很受哑气的样子 行了 都给你闹了啊 这设计稿 虽然是 但是回去好好看看 我不是让你修改吗 是啊 改了 这么快 那当然了 我跟你建议 回去看她的时候 要带着今天 我们俩这种愉悦的心情去看 走了 好 这个是 芽芽 这是你的 早点酒啊 好 我看你这一天怎么老吴京拉踩的 没事 你跟方家怎么着了 又联系了吗 跟她联系什么呀 那你就打算这么僵着 你说这女孩子 不联系不能我先联系 你可当心别玩大了 线风得太长 回头一阵小腰风 把你那小疯了给挂跑了 她要是想闻 我也留不住 哎呀 是不是 你说这件事啊 好好说 我大姨妈都完了五六天了 你从来不这样 你不会是 笑点声 我也不知道 我就有点担心 验了吗 那你赶紧验验啊 万一有事就麻烦了 那怎么验呀 验员棒 成事就有卖的 行 我告诉你啊 你别不当回事 而且这事啊 你得跟方家说 我跟她说什么说 你傻呀 当然要跟她说了 谁是孩子的他爹 我告诉你 必须说 他得负死他呀 是我们俩这两天 真闹不不通呢 说 闹归闹 也得分个精重啊 我不跟你说 澳大利贺门你知道吗 是的 也带过这样的 在那个 电影里边叫什么 罗马假日 回头看看啊 我看到了 这个呢 喂 你干嘛呢 亚亚 我 我 没干嘛呀 不是 这些什么意思呀 你怎么老不接我电话 你带什么意思呀 我 忙 我最近特别的忙 哎员哥 你看这丢怎么样了 我在哪儿好看 喂喂喂 你接着说 谁呀 谁呀 没 没人呀 没人呀 这 没人 你愿意干嘛就干嘛去 管不着 我 喂 我今天打电话是有事跟你说 行 那你那你说吧 别打电话 别打电话了 说半天了 喂喂喂喂 你接着说吧 啊 行 没上过 喂 喂 亚亚 哎 上班给他想过来呀 哎 慢点慢点 我没事 哎 哎 小媚妇 你要吃什么呀 我想吃泰国菜 这附近有吗 泰国菜呀 嗯 我怕咖喱 对婴儿刺激 哎 这离小诺公司是挺进的呀 哦 好像是 我给他打电话 让他一起过来啊 哎 也不知道他相亲的事怎么样了 哎呀 你别管了 有妈在那儿操心哪 他总这样也不是个事儿 咱得好好劝劝啊 咱劝的还少啊 关键当事人自己得想明白 要不然别人说多了也没用 喂 谢大盲人 一起出来吃饭呀 小诺 就等你了 逛得怎么样 东西都买得差不多了 谢谢 你大姐呀 她是什么都想买 借着我过一期 你别得便宜卖乖啊 都是我买的单 刹浪 是是是 你是富婆行了吧 哎 你那边怎么样了 我呀 挺忙的 刚刚完成一家收购 谁问你工作的事儿了 你脑子里就没有点别的 姐的意思是问你 相亲怎么样啊 你们还好意思问我 我正想找大姐夫 赔偿我精神损失费呢 嗯 我还想她怎么这么好心 给我介绍客户 原来是相亲的 嗯 你们商量好的吧 哎呀 什么商量好不商量好的 我是听说那人条件挺好的 怎么就好了 你见着那个人了吗 哎你们是不是把你们的妹妹 当成那个青苍大水卖呢 不是 你说你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到底什么样的才行啊 最起码妈那儿 你得有个交代吧 不能老当圣女 圣女怎么 嗯 你们知道圣女是什么吗 是盛开的女人花 代表社会进步 据可靠消息报道 剩下的才是最好的 不是那个 没剩下的也不是不好 你也不用一套一套的 反正我告诉你啊 女人的婚姻孕 它是有限的 用完就没了 你当节约用水呢 趁着水还有 赶紧把衣服洗了 本来嘛 哎呀 差不多吧 就这意思 我跟你们两个 我给你公父女 没有公女人 我们有代公知道吗 我认为 不幸福的婚姻 就是冒河神灵 是一种折磨 是一种软禁 还不如护禁 可是不管怎么样 这女人 总得有个家吧 难不成 你真要做老尼姑啊 我跟你说 这世界上的事情 它都是阴阳相对的 女人不能没有男人 她就像硬币 她一定要有正反两面 是一个道理 别说的你跟专家似的 没有怎么了 我活得好好的 没有男人 女人会老得快的 我跟你说 内分泌都会失调的 这可不是我谢小多 在这儿瞎掰啊 这儿在医学上 都是有证明的 小点声 小点声 不过我跟你说 姐说得没错 我们那儿有一大姐 四十多了 一直都没有结婚 性格特怪 你还说 你这儿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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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 乳腺癌都晚期了 真的 医生说了 这就是跟内分泌有关的 你们可不知道 那个人一下子就瘦了 特别惨 小诺 你不是那个啥 老不规律吗 你得去查查 这内分泌 真的挺恐怖的 我可知道有一家 妇科专家医院 他们有一种方子 专门是治这个的 特别管用 你真得去看看啊 行了 你们两个别烦我了 妈不再换成你们 让我好好吃顿饭行吗 我还有十五分钟时间了 行行行 吃饭吃饭啊 这事你真得任人对待 必须去啊 回头啊 我把电话给你 吃饭吃饭 那个人 就抢个小味 我来 去 去 去 霸氣側漏 我就不明白了 現在不是午休時間嗎 大家幹嘛這麼怕的呀 習慣了 不過我跟你說 姐說的沒錯 我們那兒有一大姐四十多了 一直都沒有結婚 性格特怪 前一陣她剛去體檢 你猜查出什麼了 什麼呀 乳腺癌都晚期了 真的 醫生說了 這就是跟內分泌有關的 開明 謝總 打濕的方案已經曬好了 好 我們出去吧 嗯 怎麼辦 去玩吧 很驚訝 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布洋 我说过多少次了当公司不能吃东西 我不在你就原性逼漏了是吗 按规矩 花块一百 公司比扣 我面包在八块钱 你怎么不跟我说啊 百零八块钱都没贵啊 戴古顺 谢老板 谢总 这个方案是你修改的 怎么样 你换一种心态重新看 时候就感觉顺多了 顺多变了 你改了吗 你哪改了 你根本就没改 原封不动的给我了 你先别生气 主要是因为我觉得昨天 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 我觉得那感觉挺有意境的 夕阳是吧 有喷泉什么的 是吧 非常的这个和谐 所以我希望你 能够用另外一种心情和心态 重新再审视一下我这个方案 另外你提出来那个概念 我觉得也不适合我们 气质不对 气质对不对不是你操心的事 你的工作是完成实现我的方案 可有问题的我怎么实现啊 现在是你工作态度有问题 很有问题 我态度有什么问题啊 这个方案我也费了很多时间 那你活该 你不知道吗 做工不由动 累死也无功 什么做工不由动啊 谁是动啊 你以为你真是老板 老大 你就少说两句嘛 谢老板我知道 你不怠战我 我知道你见过我其他一些事 是不是 可是你的一些事我也见过啊 那是私事对不对 那工作之外的事对不对 公是公私是私 所以我觉得在工作上 你不要总是老针对我 我没有针对你 我就是公对公私对私 那好呢 我希望你好好看看我这个方案 这种路就是王道 如果我们 要那种千篇一律的产品 那跟其他公司有什么区别呢 我说过我要的就是 有情怀有品味的产品 不是截别货 就你这些东西是不是 有情怀有品味 哪有情怀哪有品味了 我没看出来 戴古顺 你知道你像什么吗 像什么 就像皇帝 新装里的皇帝 我就想告诉你 你的审美品味已经过时了 只是你自己不知道吧 我说你这个人 脾气怎么这样啊 我脾气怎么了 我脾气已经很好了 你可别逗了 你脾气太怪了 我感觉你像人格分裂 你昨天和那样 今天就这样了 我很不理解 你知道你脾气 为什么这样吗 就因为你的生活有问题 你只知道工作 不知道生活 你不懂生活 不懂设计 所以请你不要对我 指手画脚好吗 那你也别自以为是 你知不知道 你这个人四十多岁了 做人很失败 设计这些东西就更失败了 就你这种态度 明月愿意跟你合作 我告诉你 我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我让你怎么改 你就得这么改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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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回来 老大 谢总 谢总消消气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他就是小孩 小孩脾气 我真是佩服你了 这种人 你怎么可以跟他合作 这么长时间呢 长方 先去我 我去冒养 我出去 我去冒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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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数钱 看我自己赶紧 那你这种 nodes 我都不敢 找到一个 你你都看得到 国家的境内 有一块主权属于他国的领土 明白没有 像梵蒂冈 圣玛丽诺 都是非地国家 那么在这儿 他国就是我 代之非地 就是主权属于我的领土 准备动 提高景地 保卫非地 准备火力 捍卫非地 这个图得非常有趣 代哥真有个性 谢总 更有个性 都为人干嘛呢 赶紧工作去 你知不知道 你这个人四十多岁 四十多岁 你这些事也在失败 就你这种态度 没人愿意跟你合作 我都为了 这些事也在失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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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